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谢谢收看罗养罗一毛 这一集的当兵日记呢就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在马来西亚如果说你被选当兵的话 要去之前呢要注意的三件事 这是我个人的经历啦 不代表说一定要做还是什么 分享我个人的经历 那么在马来西亚当兵这件事是给政府选的 多数的被选当兵的都是那些考完SPM 就是在confine过后呢就会被选去当兵 那么我之前被选当兵的时候是1月1号开始第一批 我去了之后我才发现如果说 去之前你做的这三件事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今天这里就分享 如果说你被选去当兵的话 那么你去之前你最好最好啦 最好是完成这三件事 那么你过后当兵会比较容易一点 那么第一件事就是找到 如果你当兵的地点离你住家不远的话 可能你的爸爸妈妈可以亲自送你过去报道 这样子可以找到的话是好啦 找到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就是没有那么多人 因为你一去到的话你下去的话 你就需要去那个那些柜台那里报道 写你的名字啊填一些资料之类的 那边还蛮花时间的 因为我是跟着巴士去 所以一整辆巴士下去的话 我就排队排了不少时间 那么接下来你还要搬东西去你的房间 那么你找到有这个好处就是你有比较多时间去做这些东西 就是你找到的话你要填 form 然后你要搬你的东西去你的那些你住的那个房间这样子 找到的好处就是你可以选你自己要的床位 因为我刚好是住到六人房的 然后有些住到三十多人房的 所以我是选到我要的床位啦 因为我找到我是第一个到的那个房间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好处 因为你选到你要的床位这样子 然后你就选到你要的那个衣橱啦 找到你还有一点时间去走走逛逛 看看一些其他地方 那么当然有些地方是不可以随便走啦 其实至少你懂得 哦这边是做什么东西 这边是什么地方什么地方 就你找到你还有时间可以去走可以去看一下 这就是第一件事啦 人的话就早一点到 那么你就不用那么累 就因为你在填那个表格的时候 真的要等很多人 我那辆巴士是第一辆到 所以我是比较幸运一点啦 我早上就很早就到了 12点可能要全部人集合到了啦 我好像9点就已经到那边了 我是早三个小时到 那么第二件事就是 如果你是男生的话 头发请直接剪掉 真的你留头发过去呢 到最后也是还是会剪掉的 第一天虽然没有做什么东西 可是第一天呢 他会帮你剪头发 不是剪哦 他是用那个哦 垫垫哦 垫垫直接这样子查 然后你头发 跟你讲 这就是问题了 因为我也是不剪头发去的 因为我爸爸也是叫我讲 你要不要先剪头发 才会 我想不用啦 那边一定会帮你剪的 我就是这样子的人 我就这样子认为说 那边剪免费啊 什么之类的啊 那边剪不是免费 那边剪好像是两块钱的 因为那边有 好像有请来 外面的人子 因为教官好像知道 我们这些当兵的啊 就是不会剪头发来 因为他 可能他在form里面也没有提醒啊 因为我记得说 表格里面也没有提醒 所以要剪很多啊 要剪几长几短都没有讲 要我建立的话 你自己剪到最短最好啊 你直接光头 去理发店之间 缠到光头一号 你不用想多多 一号是最短最好啊 那为什么要剪了才过去啊 如果说你为了要省那个 15块还是10块钱 你不要去剪光头啊 那么也可以 你就是你可能去到营地的话 你只 可能只要花两块钱就可以剪了 那时候我是两块钱 现在我不确定啦 可能你一个人没有剪的话没有关系 可是你要知道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想法 我当时就有这样的想法 结果呢 去到营地的话 好像超过 超过100个人 没有理光头 你知道吗 然后我去到排队的时候 我已经排到30多位了 排到我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刀哦 理发的那个 那个 电剃法刀啦 那个剃法已经剃到很顿了 你知道吗 到我的时候已经很痛了 因为他硬硬剃 因为他实在太多人要剃了 如果说你不要受账苦的话 我建议你直接理了光头才去 因为反正你也是要剪光头的 所以我觉得你去理发店 直接选一号 剪到最短的 反倒完 女孩子好像一毕业过就有些蓝头发 去到的话有些女生还是头发 还是蓝成金黄色之类的 所以好像是没有问题 我印象中好像有几个女生是有蓝发的 不确定现在会不会改啦 他会不会要求你说去剪短头发 还是去蓝为黑头发 那么就我们再去确定一下 我只建议说男孩子如果可以的话 你直接理光头 理一号光头 因为反正你如果是剪二号的话 你去到那边他也是帮你剪掉成一号 因为有几个呢 他是剪好头发来 可是到最后还是要去剃 这男孩子你中当兵的话 我觉得还是逃不过要剪头发这件事 所以就理头发去剪 这样子不用辛苦 去排队理头发呢 那边还蛮花时间的 不如说你已经剪好了 你可能还可以在那个房间 幼宅在那边看看一下 休息一下 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的 所以你先理头发才去 第三件事就是 第三件事就是 如果说你有打算去升学的话 我建议你们先做好决定 你要读什么科系 然后你要读什么学校之类 这些你都要想好来 因为你在兵营里面想的话很麻烦 麻烦问题是你要去填那些资料 因为你要报名去那些大学还是大专画 你是需要拿一个表格来填你的资料 你要读什么科系 那么你在当兵的期间呢 麻烦就在这里 如果说你还没有做好这些决定呢 可能到最后会麻烦到你的家人 可能有时候你选的科系刚好也是满的 你又要重新去选过啦 之类的啦 报名过后你还要等看那个学院 收不收你这个学生 那么如果说刚好这间不收你的话 你又要麻烦到去另外一间 不要去报名另外一间学院 还是大学这样子 最好是在那个当兵之前 有机会解决到这个升学的问题的话 那么就先解决会比较好 因为当兵期间真的是 很难去集中这些繁琐的事情 因为这升学的东西是比较多手续啦 因为每间大专跟大小 可能他们开学期间都不一样 所以你要自己去先做一些功课 然后选你要的科系 然后先处理好这些事情 然后你当兵的话 那么就可以轻松一点 如果可以的话 有些大专如果已经open day了 你就赶快先去拿这些表格填了 然后你直接交上去 那么这样子就方便一点 因为刚好我是中第一笔 我出来我还有两个月时间 慢慢去做决定我要读什么课 我读的大专是五月才开课 所以我出来的时候是三月 然后我还有两个月去准备这些东西 可是我的朋友呢 他刚好是中到那个四月的当兵 他是第二笔的 当时呢他还蛮麻烦一下 他告诉我说他要自己去填表格 拿表格一定是麻烦到家人去帮你拿 因为你本身在当兵的话 你不可能这样子随便自由的进触 如果说刚好你家人不懂要怎样帮你填的话 因为你个人知道你不要了解 还是你要读什么科系 你自己不要了解你要读什么样科系 可能会想说 哎呀我刚毕业我真的是不知道要读什么 最好是做好一些功课 现在网记网络比较发达的 比起我那时候当兵的时候真的是发达很多 现在是手机都可以上网 建议你们说先查一下你要读什么学校啊 还是什么表演 这样查一下你要读的科系是什么科系 如果可以的话你去学校拿那个报名表格之类的 你填好了 你就等提交就好了 这样子就省很多时间啦 先做好这些你要继续升学的东西 那么你就方便一点 就不用那么劳碌就跑来跑去 两边跑 有时候你又要请假出去填表格啊 可是请假这些东西还蛮难啦 因为毕竟服务兵役才只是三个月还蛮短 所以他们的集训那些还是操练那些还蛮集中的 所以每天都会操练啊 因为我朋友刚好他去申请了这个大准过后啊 他要去升学的话是可以提早离开兵营的 那么兵营那边呢也是有规则 就是学校那边就必须要出一封信给你证明说 他录取你的 那么你才可以从兵营那边出来 然后先拿到这个信 然后再等那个教官批你离开的话 你才可以离开 那至于你需不需要再回来服兵役呢 那么就要看那个教官会怎样告诉你 那么教官那边呢 就可能会告诉你说 如果你兵营没有服满的话 你可能读完书 你还要继续回来服兵役 那么有些也有例外 有些是去继续升学那么就不用回来服兵役了 下方那么给那些新人还没有当兵的人 知道一些新的资料这样子 因为我所知道的是比较我那时候的经验分享啦 你们其他人有遇到这一类问题的话 你们也可以以下留言 那么让其他新人知道一下 服兵役到一半的话想要离开去升学的话 这问题要怎么解决 那么谢谢大家收看这个影片 这些就是我给的三个建议啦 如果说你们有其他建议你可以留言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为止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你可以点赞分享 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你可以订阅我 订阅过去旁边有个小铃铛 按下那个小铃铛 下一次我上转新影片的话 你可以收到通知 那么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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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